花莲县政府致力推动食农教育向下扎根 邀请了近40摊国内外推广食农教育重要单位齐聚在花莲 共同举行为期三天的2022花莲食农博览会 20号画下完美的据点 县长徐正位感谢各单位热情参与 同时邀请全台湾民众一起成为食农实践家 共同来建构美好完善的永续生活环境 县长徐正位表示 花莲是全台友机以及友善耕耕面积最大的现实 藉由食农博览会 致力将食农教育推展每位民众的日常生活 花莲各界农会也在食农教育上用心以及推广 也看到了国内外推广食农教育重要单位的相互交流以及学习 充分展现出推广食农教育多元的成果以及意义 显示了食农教育向下扎根的重要性 也展现了友善土地永续农业的推展方向 食农食饮食的文化 就是一个在地以及国家的文化的深度和强度 强国要强种 要强根 这是花莲 乡亲都知道 无论是在教育的强根 是在我们为国家培育人才 然而对身体的强根就在食农教育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这是奠定国家国力的基础 所以我想中央非常非常地重视有关于食农教育的推广 在去年12月 食农教育法已经通过 让花莲以及全国如火如荼的展开 而在这七年当中 我要谢谢农会不断的推动 有机 有善 花莲目前的有机跟踪面积2827公顷 再加上有善跟踪面积1000多公顷 将近4000多公顷 已经足以占到全国有机有善的33% 如果只算有机的话 花莲的有机跟踪面积已经进到台湾的四分之一 现在许会表示2020年花莲食农博兰会成功串联全台推动食农教育的重要单位 也以英国日本饮食教育的重要推手建立连结 未来也会针对食农教育更深入 更加扩大的发挥影响力 建构全台湾食农教育的教育平台 一起为打造台湾下一代健康的饮食教育而努力 一起为台湾友善环境永续农业而努力 让全民能够成为食农实践家 经过更完善的美好环境 记得终于华士博兰